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按照这个方向跟大家有多一点的分享 我的题目叫做耶稣翻转西门的桌 我为什么会穿着这个衣服上来呢 我穿起来也是很有感觉的 这个是一个博士的袍 这个是一个博士的袍 不是博士的袍 不是骗来的是真材实料的 我一直以来都不喜欢法利赛人 因为耶稣说他们是偽善者 他们真的是这样 他们死守规条 他们对别人是冰冷麻木的 对人也很有要求 所以我都很讨厌法利赛人 我也很讨厌法利赛人 不过讨厌了法利赛人很多年之后呢 可是讨厌了法利赛人很多年以后呢 我才发现 讨厌法利赛人的人比法利赛人更讨厌 讨厌法利赛人就比法利赛人更讨厌 真的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真的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 我都有一份完美主义 我也有一份完美主义 大家听清楚完美主义的人不是完美的 大家要听清楚完美主义的人不是完美的人 只不过是完美主义而已 他只不过是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的人一点都不完美 完美主义的人一点也不完美 讲白一点就是很挑剔 讲白一点就是很挑剔 另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叫不完美主义者 另外一个更准确的名字就是不完美主义者 因为一百样东西里面别人做了九十五样东西 他都看不到的 因为一百样事情里面别人做了九十五样 他都是看不见的 他只是看到那五样他做得不好的 他只是看到那五个他做得不好的 所以他正确的名称叫不完美主义者 所以他正确的名称应该是不完美主义者 我记得我去台湾吃饭曾经同一对牧长夫妇 我记得我去台湾的时候 有一次跟一对牧长的夫妇吃饭 我都很尊敬他们 我很尊重他们 怎么知道在吃饭的过程里面就有一块的菜就掉在桌上 我就发现我的眼光怎么也离不开掉在桌上的那颗菜 其他摆到整桌面的美菜我都好像看不到 其他放在整个桌面上很好的菜我都看不见 每一次我们有说话有眼神的交流 每一次我们讲话有眼神的交流的时候 我总是要经过那个跌在桌面那块跌下来的菜 我总是会经过那个桌面上掉下来的那颗菜 你现在开始明白什么叫不完美主义者 你现在就开始明白什么叫不完美主义者 专专针对那些不完美的事 专门是针对那些不完美的事情 还以为自己很完美 相对我们的神是一个完美的神 他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他完美得利 他很有爱 他很能够承托我们的软弱 他很可以承托我们的软弱 他能够落到在我们的水平来将我们扶起 他可以下到我们的水平里面把我们的扶起 他不会高高在上手指指 他不会高高在上的指指指点点 你看你又做不到 你看你又做不到 你看你又穿得难身难细 你看你又穿得破破烂烂的 神会把这件好的衣服披在我们的身上 神会把这件好的衣服披在我们的身上 而不是翘起双手冷漠地来批评 而不是翘着手冷漠地来批评 那我们开始就知道 那我们就开始 完美和完美主义者的分别 我们就知道完美跟完美主义者的分别 神是完美 神是完美 他不是完美主义者 他不是完美主义者 我是完美主义者 我呢是完美主义者 不过我不完美 可是我不完美 现在应该这么说 现在应该这么说 我仍然都不是完美 我仍然不是完美 但我已经没那么完美主义了 可是我已经没那么完美主义了 我整个下半身就是要跟完美主义来搏斗 我整个的下半身就是要跟完美主义来搏斗 我要见到神的恩典 我要看见神的恩典 在我的完美主义里面 在我的完美主义里面 我经常看不起人 我经常看不起人 我讨厌人家做不到我的要求 我讨厌别人做不到我的要求 所以我听海恩来说见证 所以我听可欣来讲见证呢 我觉得我们的口味都是很像的 我觉得我们的口味都是很像的 同样味道的西兰花来的 是同样味道的青椰菜 我们对人很高要求 我们对人非常高要求 我们体会不到人的挣扎 法利赛人也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做得到 你们做不到 那我们就有很多解释 那我们就有很多的解释 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批评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批评 然后我又发觉 来了六一一之后 我才明白 我是一个感情封闭的人 然后来了六一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是一个感情封闭的人 在这个追求圣灵更新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追求圣灵更新的过程里面 我很羡慕 弟兄姊妹敬拜的时候 那种全情投入 为什么我那么冷冰冰 我很羡慕弟兄姊妹 在祈祷的时候 可以祈祷的眼泪都流出来 我很羡慕 弟兄姊妹祈祷的时候 可以祈祷的眼泪都出来 为什么我那么无动于衷 可是我为什么那么无动于衷 以前我看不到我是感情弊 以前我看不到我是感情弊塞的 尤其是我在神的眼前 我没有了那份热情 我没有了那份热情 要求主帮助我 帮我能够重新去流露你那份性情 帮我可以重新去流露你的那份性情 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主观 当我认定你是这样 你都很难从我脑海里面抹走这个印象 你是很难从我脑海里面把这个印象抹掉 有时我会很不耐烦 有时我会很不耐烦 因此讲话不客气 所以讲话不客气 大家就叫我做小河飞刀 所以大家就叫我小河飞刀 一刀飞过去其实都很厉害的 一刀飞出去其实是很厉害的 以前有一些学生 过了一段时间才懂得反应 哎呀我中刀啊 哎呀原来我中了刀 来到都没血流出来的 锋利的一个地步 雪都流不出来 我很容易就在我的厌烦里面 就有一些口头的声音的 我很容易在一些我厌烦的事情上 我就口头有一些的声音出来 你认得这些声音吗 你认得这些声音吗 就是那些声音 你有没有啊 你有吗 我以为我没有的 你看我可以这么猛的 我是可以这么瞎的 这些这么自然的心理反应 这么自然的心理反应 我是留意不到的 我是注意不到的 结了婚之后 结了婚以后呢 我太太很怕进入厨房 我太太就很怕进入厨房 因为一进入厨房 我是特别的声音的 因为一进入厨房 我是特别的喜欢这个声音 我不会这样来做菜的 我会一路煮 就一路抹一路洗的 我是一边煮一边擦一边洗 不会有垃圾停留在我砧板的桌上面 是不会有垃圾停留在砧板或者桌面上 如果有会怎么样呢 我会做不到下去的 我会没办法做下去 就算这里有水滚呢 我也不会赶着去把火关掉 我会第一样东西 要拿走那些垃圾 我第一样事情 要先把垃圾处理 然后回来 我就擠那些滚死了的水 然后回来 我才会搞那个开的水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相处 不过我感谢主 可是我感谢主 这个是一个圣灵更新生命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圣灵更新生命的过程 我今天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个讯息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不是要告诉大家我多么的糟糕 我们需要一同进入主的恩典里面 而是我们需要一同进入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进入主爱的关系里面 我们要进入主爱的关系里面 当我们讲先关系后事工 当我们讲先关系后事工 我们不是轻轻调整一下关系 就叫先关系 我们不是轻轻调整一下关系 我们就叫先关系 那种交往的模式都是跟我们的脾性而来的 因为所有的关系那种交往的模式 都是跟我们脾性而来的 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的脾性 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脾性 我们是调整不到我们的关系 我们是没办法调整我们的关系的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那你有没有脾性的? 那你有没有脾性呢?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当我们讲inside out 其实五种的颜色 但我们讲到inside out 五种主导的情绪 五种主导的情绪 其实也是五种的脾性 其实也是五种的脾性 黄色怎么破坏关系呢? 黄色怎么破坏关系呢? 黄色是很重要的就是喜乐的主导 黄色是很重要的喜乐的主导 所以只要我开心就可以了 那我会不会关心其他的人呢? 那我会不会关心其他的人呢? 或者你令到我不开心 我就不会再理睬你了 或者你让我不开心 我就会不会再理睬你了 当黄色主导 这样来到自我中心的时候 当黄色主导 这样来自我中心的时候 我们一样不能够建立美满深入的关系 我们一样没办法建立美满深入的关系 紫色更加在这些惧怕里面 会和关系保持距离了 紫色就更加 因为在惧怕里面 它会跟关系保持距离 很怕受伤害 所以很怕打开自己 所以很怕打开自己 你有没有这种这样的反应模式? 你有没有这样的反应模式? 红色的人呢? 红色的人呢? 常常在一个愤怒的状态 他就会烧伤旁边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调整这些情绪 这些脾性呢? 如果我们不去调整这些情绪 这些脾性呢? 我们怎能够建立深入的关系呢? 我们怎么能建立一个深入的关系呢? 蓝色也是的 蓝色也是的 我们忧愁得来 我们很容易会变成自怜和自闭的 我们忧愁的一个地步 可能就会变成自怜和自闭 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什么颜色 不管是什么情绪主导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主导 什么脾性的人 我们都需要圣灵更新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关系的门 让我们可以打开关系的门 最近我经常听到Anton牧师的一个预言 最近我经常听到Anton牧师的一个预言 我印象很深刻 我的印象很深刻 教会复兴的路很多人都会走 教会复兴的路很多人都会走 事工怎样一路一路来到推进 事工怎样一直来推进 但是有一个尽头 可是它有一个尽头 这个尽头的对岸 才是一个真正复兴的开始 才是一个真正复兴的开始 这个复兴是一个什么的复兴 这个复兴是一个怎么样的复兴 是一个先关系的复兴 是一个先关系的复兴 就是大家都能够 有基督那种生命的结怜 是大家都有基督的生命的结怜 而不是计较侍奉的得失成败 而不是计较侍奉的得失成败 你和我的价值也不在乎我们的表现 你跟我的价值也不在乎我们的表现 事奉是一切的优先至上 事奉是在一切的优先至上 对不起 我又漏了口了 对不起 你看我又讲错了 关系是一切的优先至上 关系是在一切的优先至上 耶稣来就是为关系而死 耶稣来就是为关系而死 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就是要恢复我们和神有的关系 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要恢复我们跟神原有应该有的关系 我们来到在这个主要 重建我们的关系 这样的内心的生活里面 我们还是距离很远 可是我们来到这个主要 重建我们内心的关系的这个事情上 我们还是距离很远 除非我们得着这个生命树 除非我们得着这个生命树 错呢你就没有价值 错呢你就没有价值 我是一个缺少恩典的人 我是一个缺少恩典的人 所以无论我怎样建立关系 所以不管我怎样建立关系 你跟我走远一点你就会被我弹开去 你跟我稍微靠近你就会被我弹出去 你明白吗 而我真的很需要求主联敏我去改变我这种的关系 而我真的很需要求主来怜悯我去改变这种的关系 改变我这种人生的态度 改变我这种人生的态度 今天我们的题目讲耶稣要翻转西门的台 今天我的题目是耶稣要翻转西门的桌 这种法利塞人的心态 这种法利塞人的心态 把对错放在第一 把对错放在第一 把自义放在第一 耶稣都要来改变我们 好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 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的第三十六到五十节 第七章 三十六到五十节 我们用广东话读 我们用广东话来念 有一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塞人家里去坐直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里坐直 就拿着圣香膏的肉瓶 站在耶稣背后 靠着他的脚壶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塞人看见 这是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读到第三十九节 我们只知道他叫法利塞人 都不知道他有名 我们念到第三十九节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法利塞人 我们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第四十节 四十节 耶稣对他说 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夫子 请说我们继续读下去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 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耶稣回答说 我想是哪个多得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哪个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你断的不错 四十四节 于是转过来 乡着那女人 面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尽了你的家 你没有吸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 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膏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射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射免小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射免了 同质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射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阿Dino应该用普通话 再读一次给我们听 我们再用普通话再念一次 我给她第一个题目 叫做西门怠慢耶稣的唱 我给她第一个题目是 西门怠慢耶稣的桌 这个是西门摆设的颜值 经文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 法利塞人当中有一个 经文开始就说 法利塞人当中有一个 所以那天晚上 请耶稣吃饭的 其实不止西门的 所以那天晚上 请耶稣吃饭的 其实不止西门一个人 法利塞人 是当时犹太社会里面的 精英分子 法利塞人是当时犹太社会里面的 精英分子 在耶稣的年代 大概只有六千人 在耶稣的时代里面 大概只有六千人 他们结为群党 他们结为一个群党 他们就起誓一定要保护 犹太教的规条 他们就起誓一定要保护 犹太教的规条 他们所有的东西 他们都会共同出入进退 所有的事情 他们都共同的出入 共同的进退 所以那天晚上 请耶稣吃饭 在场的一定有 其他的法利塞人 在场的一定有 其他的法利塞人 并且他们会行 这些弟兄的问安之礼 比如包括彼此亲嘴 比如说包括彼此亲嘴 包括用水来洗对方的脚 包括用水来洗对方的脚 让它清凉 让它来到洁净 让它清凉 也让它洁净 第三就会用香油 或者一些香料 抹在他的头上 第三就是会用香油 或者香料 摸在他的头上 让他感觉到那份尊贵 那份被款待 让他感觉到那份尊贵 和被款待 不过耶稣那晚 被邀请在西门家里面吃饭 可是那天晚上 耶稣被邀请在 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吃饭 我们可以想象 他是被冷落一旁 我们可以想象 他是被冷落在一旁 你只是看到 那些法利塞人 如何很尊贵地 要对待对方 你只是看见那些法利塞人 怎么样很尊贵地 来对待对方 但是呢 一样都没有坐在耶稣的身上 可是呢 一样也没有坐在耶稣的身上 西门应该又要 请耶稣吃饭 那西门为什么 又要请耶稣吃饭 但是就省了这些礼节 可是就把这些礼节 全部省下来 其实耶稣当时 不过是三十出头 其实耶稣当时 只不过是三十出头 一个很年轻就冒起的教师 一个很年轻就冒起来的教师 我想问大家 这里有没有三十多岁的人 我想请问 我们当初有没有三十多岁的人 有没有 有吗 举高一点 举高一点 但是我们大部分 都是三十岁以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部分 都是三十岁以上的 对吗 这个法利塞人西门 他也是一个比较年长的法利塞人 这个法利塞人西门 他也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人 耶稣那么年轻 耶稣那么年轻 他就要做教师了 他就要当教师了 当然他有本钱 他能够医病赶鬼 当然他有本钱 因为他治病赶鬼 他又能够行神迹 他有神迹 甚至他的门徒 都为很多人来施洗 甚至连他的门徒 也为很多施洗 不管到哪里 都有大批的人跟随他 但是作为犹太教的守护者 可是作为犹太教的守护者 他们感觉耶稣就是一个头痛人物 他们感觉耶稣就是一个头痛的人物 他一点都不在意去遵守犹太教那些严谨的规条 而且他跟那些随便的人来相处 而且他跟那些随便的人相处 譬如他跟那些妓女在一起吃饭 比如说他跟那些妓女一起吃饭 对于他们来说 完全没有这些的解体 对他来说完全没有这些的解体 还有那些帮罗马人纳税的税吏 还有那些帮罗马人收税的税吏 因为凡是跟外邦人来到交往的这些 在犹太人心目中都叫做不洁的 因为凡是这些跟外邦人交往的这些人 在犹太人心目中都是不洁的 所以他们今天要好地请耶稣来吃饭 所以今天他们就好好地请耶稣吃饭 看看这个人究竟在搞什么 看看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想很近距离来观察耶稣 并且在他们的底牌里面有几个难堪的问题 要看耶稣怎么下台 所以西门虽然在第四十节称呼耶稣为夫子 其实他心里面都是很有保留的 他请耶稣来吃饭 他请耶稣来吃饭 好像上宾一样 可是他的款待就像是下宾 心里面就是好像跟耶稣摆明居马 心里面好像就是跟耶稣要摆明居马 请你来吃饭是给面子的 请你来吃饭是给你面子的 我们法利赛人个个都高高在上 我们法利赛人每个都高高在上 现在就是看看你够不够班 现在就看看你够不够班 所以这餐饭一点都不容易吃 所以这餐饭一点不容易吃 我可以想象桌面摆放的全部都是西南花 我可以想象桌面上所放的全部都是青椰菜 西南花沙律 青椰菜的沙拉 西南花披萨 青椰菜的披萨 西南花多士 青椰菜的吐司 西南花特饮 青椰菜的特饮 还有甜品就是西南花雪糕 甜品就是青椰菜雪糕 你吃过没有 你吃过吗 吃到你面青 真的吃了脸都青了 最后的水果拼盘 最后的这个水果拼盘 就是中东特色的分别善恶果 就是中东特色的分别善恶果 他们已经有备而来 他们已经是有备而来 他们要看一下耶稣怎样来对应 他们要看耶稣怎样来对应 谁知道突然间有一个女人进来 经文第37节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小点 尴尬的场面 看耶稣怎样下台 经文说 看哪哪成女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加女座席 他说37节 生理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家里作息 他不是盲中中的走进来的 他不是这样进来 他也不是每一顿饭跟着耶稣去吃饭的 他也不是每一顿饭跟着耶稣来吃饭的 但今天知道耶稣去法利塞人 西门家里吃饭 可是今天他知道耶稣在法利塞人西门的家里吃饭 他就拿着他的平香膏 他就拿着他那瓶的香膏 站在耶稣的背后 我们想看一下那张图片 我们想看看那个图片 他就挨着耶稣的脚来哭 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 眼泪就湿了耶稣的脚 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 又连连亲耶稣的脚 又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我们这里有多少夫妻 有多少人你是夫妻的 你有多久没有亲过你丈夫或者太太的脚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吗 亲嘴我们都想象得到 亲嘴我们可以想象 亲一下脸盒或者额头都想象得到 如果我是耶稣坐在桌上 有人哭到湿了 滴在我的脚里 有人哭到一个地步 滴湿了我的脚 第一个感觉我就想缩了 第一个感觉是想把脚缩回来 你会不会缩了 你会不会缩回来 他还拿着你的脚来捡 我就开始打冷震 我会开始 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那你的感觉会怎么样 你的脚被人抓住来捡 你的脚被人抓住来捡 我也想看一下大家的脚 我也想看看大家的脚 看可不可以搞一下 是不是都很震撼 是不是蛮震撼的 初初哭 濕濕的 又抹一下东西 我都可以的 开始的时候哭 湿了一点 再擦一擦它 我还可以 我会缩一下缩一下 当然我会想把它收回来 但舌下去呢 可是亲下去呢 我这叉子想扔开 你明白吗 如果你太太在这里 你更难堪 如果你的太太在旁边 你就更难堪了 是的 我都想问了 Alex 如果Shirley坐在你旁边 如果Shirley坐在你旁边 有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 走来疼你的脚 有一个不明不白的女人 来亲你的脚 你太太在你旁边 你的太太就在身边 是不是都很难下台 你太太一定挖着你 你太太已经瞪着你 不是看着那个女人 是看着你 她不会看着那个女人 她一定是瞪着你 那些法律座人 就是这样看着耶稣 那些的法律座人 就是这样看着耶稣 不是看着那个女人 不是看着那个女人 初初见到那个女人 她们当然咳咳咳声了 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女人 当然她们就发出咳咳的声音 眼冤了 没眼看 真的不想看了 是吗 跟着就看着耶稣 然后就看着耶稣 我们本来预备了一大堆的问题 我们本来预备了一大堆的问题 不过现在不用问了 如果你是先知 如果你是先知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你就知道这个女人是谁 你怎么会让她这样来挨近你 她们心里面的结论就开始出来了 那么心里面的结论就开始出来了 心中议论 没说出来 如果你是耶稣 如果你是耶稣 你都觉得很尴尬 你也会觉得很尴尬 你才会觉得很尴尬 我想说 你才会觉得很尴尬 我应该这样说 因为我看了经文 耶稣一点尴尬都没有 因为我看了经文 耶稣一点尴尬都没有 你看到吗 所以我们大家读这段经文 都读得很自在 所以我们大家读这段经文 都读得很自在 耶稣就没有这些 耶稣就没有这些 这么特别的反应 其实他都真的有点特别 其实他真的有点特别 我们就不行了 那如果换成我们就不行了 于是这些法利赛人 心里面就议论耶稣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 心里面就议论耶稣 他不单只是一个冒牌货 你看他自然成这样 你看他多么的自然 就让这个女人这样挨过来 就让这个女人这样挨过来 说不定他们之间有一些东西的 如果你再推演下去呢 为什么这个女人 会不顾羞耻地挨近耶稣 为什么这个女人 会不顾羞耻地挨近耶稣 很明显这位先生的私生活 他都是有点不可告人 他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 可是大家注意 你一切都是心里说 这一切都是心里说 什么叫心里说呢 没有讲出口 我们什么时候会心里说 但是不讲出口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对人已经有一个印象 对人已经有一个印象 有一个看法 甚至心里面批评他 但是没有讲出口 但是不讲出来 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你知道夫妻如果有这样的习惯 你知道如果夫妻有这样的习惯 会怎么样 我丈夫是这样的 但是我没有讲出口 但是我没有讲出口 我妻子是这样的 我的妻子是这样的 但是也没有讲出来 也没有讲出来 也没有讲出来 因为两个人中间有一道墙 因为两个人中间有一道墙 因为这些没有讲出来的话 就形成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偏见 就形成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偏见 其实我们真的很多时候 没有讲出口 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 没有讲出来 所以我们做人变得很封闭 所以我们做人变得很封闭 我们的关系是不流通的 我们的关系是不流通的 我们累积了很多垃圾 在这些关系里面 夫妻之间没有讲出口 夫妻之间没有讲出来 为什么我们去到夫妻营会这么震撼呢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鼓励你们要去夫妻营呢 因为那些没有讲出口的东西 两个人一讲出来真的是很糟糕 不过在夫妻营的遮盖下面 可是在夫妻营的遮盖底下 这些垃圾都可以倒出来 这些垃圾都可以倒出来 因为说话不讲出来 因为话不讲出来 关系就不能够打通 关系就不能打通 就塞住在里面 就会塞在里面 我们求主给我们现在这一刻 我们求主要给我们现在这一刻 问问自己 我有没有对某一些人 或者是我的家人 或者是我的家人 有一些从来没有讲出口的话 然后我们又发现 然后我们又发现 越不讲就越难讲 越不讲就越难讲 那道墙就越起越高 那一道墙就越盖越高 我们如果不出口来说话 如果我们的话不讲出来 我们就不能够真心跟人去交往 我们就不能真心的跟人来交往 也都不能够让同工 让配偶来知道我们真正的想法 也不能让同工 让配偶来知道我们真正的想法 我们一定会越来越疏远 我们就一定会越来越疏远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得过想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想 我们很少跟人去谈 但是我们很少跟人来聊 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种自闭的状态 我们就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自闭的状态 我们的关系打不开 所以我鼓励这里所有弟兄姐妹 所以我要鼓励这里的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找一个小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一个小组 我们学习有倾素的对象 我们去学习有倾素的对象 我们学习去聆听 我们要学习去聆听 把自己里面的想法讲出来 让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来到被修正 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被修正 被提升 要不然我们就停留在某一些想法里面 要不然我们就会停留在某一些想法里面 我们就成为一个关系闭塞的人 我们就成为一个关系闭塞的人 西门心里面想 西门心里面想 那耶稣知不知道呢 那耶稣知道吗 耶稣知道 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大题目 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大题目 耶稣翻桌打开西门的心 耶稣翻桌打开西门的心 就是经文四十到四十三节 就是经文的四十到四十三节 在这里耶稣就对西门说 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 那西门有句话对你说 西门说夫子请说 西门就说夫子请说 还没有到这个对话之前 我们再回到这个场景 我们再回到这个场景 如果耶稣真的很尴尬 如果耶稣真的很尴尬 如果我在耶稣的位 如果我是站在耶稣的位置 尴尬成这样 这么的尴尬 你知道我会想什么呢 我就会想什么呢 我就会想怎么脱身 我就会想 那些问题跟着来的时候 我要怎么解答 我就会想问题接着下来的时候 我怎么解答 那为什么耶稣可以这么自然呢 并且来到反客为主呢 而且他反客为主 因为耶稣没有尴尬 因为耶稣没有尴尬 因为他是一个心里光明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心里光明的人 他亦都不做那些不见得光的事 他也不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所以他能够反转这张西南花的桌 所以他就可以翻转这个青椰菜花的桌 他心里光明 他心里光明 甚至知道西门心里面所想的 甚至他知道西门心里面所想的 他知道西门认为他不是先知 他知道西门认为他不是先知 他知道西门在论断他 他知道西门在论断他 他知道西门讲不出来 耶稣就说话了 耶稣就讲话了 西门 第一次叫西门的名字 之前都是法利赛人 意思就是说耶稣不用这个标签来看西门 耶稣叫他的名字就是认真地看待这个人 耶稣叫他的名字就是认真地看待这个人 不是看这个外袍 不是看这个标签给你那种安全感 不是看那个标签给你的安全感 或者叫你做牧师 或者叫你做传道人 或者叫你牧师 叫你传道人 耶稣叫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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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耶稣尊重你 耶稣要使西门成为西门 你不要停留只是做这个法利赛人 耶稣说我有句话跟你说 耶稣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不能够讲出来 耶稣不能够讲出来 耶稣可以讲出来 立即我们就看到分出了一个高下 在这个桌上 哪一个是做庄的 哪一个是做主的 这个桌上到底谁是做庄的 谁是做主的 当西门还在沉思 他怎么来到出牌的时候 耶稣就已经跟西门说 耶稣就已经跟西门说 我有句话告诉你 他就不能够不回答了 他就不能不回答了 他说夫子请说 当然他心里面也有一点差异 为什么这个人转手这么快 我还没想清楚 他就叫我的名字 他就叫我的名字 这么直接 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是一个直接的人 如果我们平时想东西是曲线的 如果我们平常思考是曲线的 很多部棋一起想的 我们不会这么直线来做事 这个就是耶稣值得我们欣赏的地方 他就是这样打开了西门 他就是这样打开了西门 他就是要打开这个关系 他借着这个打开的话题 他要打开西门的心 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小点 就是我们第二个小点 欠债的比喻 欠债的比喻 哪个能够得恩免多呢 谁可以得恩典多呢 耶稣说有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耶稣说有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两 一个欠五十两 一个欠五两 两个人都是无力上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那这两个人 谁更爱债主呢 那这两个人 谁更爱这个债主呢 耶稣没有直讲针对西门 耶稣没有直接地讲话针对西门 因为耶稣没有叫西门难堪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虽然耶稣没有被人好好的款待 虽然耶稣没有被人好好的款待 耶稣真的为了西门而来吃这顿饭 耶稣真的是为了西门来吃这顿饭 耶稣可以爱那些最难爱的人 耶稣可以去爱那些最难爱的人 我想起来都有一些惭愧的 我想起来都有一些惭愧 因为有时候去吃饭呢 因为有时候去吃饭呢 明明那里有一张大的桌子 祂就是不招呼我坐那张 祂就是不招呼我去坐那张 祂就是要我坐那个角落最拥挤的那张桌子 你的反应会是怎样的 我就生气生出来 我就会跟老婆说 我们去第二家人 我就会跟老婆说我们去别家 但是耶稣真的很沉得住气 可是耶稣真的很沉得住气 祂没有脾气 祂没有骂西门 祂还叫西门的名字 祂还叫西门的名字 因为祂爱西门 祂要开西门的心窍 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 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 这个是一个开启性的比喻 这个是一个开启性的比喻 不是针对性的 不是针对性的 西门很快就明白 西门很快就明白了 原来是有两种人的比较 原来是有两种人的比较 一个是欠债多的 一个是欠债少的 一个是欠债多的 一个是欠债少的 那到底谁会对这个债主 有更多的感激之情呢 原来我们对耶稣都有不同的反应 原来我们对耶稣都有不同的反应 西门有西门的反应 西门有西门的反应 那个女人有那个女人的反应 那个女人有那个女人的反应 那你和我呢 那你跟我呢 比如那个女人是欠五两的 比如说那个女人是欠五两的 西门有五十两 西门是五十两 那你猜你和我欠多少两呢 那你猜你跟我欠多少两呢 我们这些这么是正的人 当然欠三两或者一两两 你看我们这种看起来这么好的人 当然只是欠三两两 对不起 你越自我感觉良好呢 对不起 你越是感觉自我良好 这个比喻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这个比喻就跟你没有关系了 甚至你会问 甚至你会问 我什么时候欠过什么 我什么时候欠过什么 走得正 站得正 我行得正 坐得正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种赦罪之恩 我就没有这种赦罪之恩 我就没有这种感激之情 我就没有这种感激之情 如果我们要比较 如果我们要比较 我们要斗多这种感恩 我们要比多这种感恩 我们就要看 究竟阿滴奴差一点还是我差一点 那我们就要看 到底是和解差一点 还是我差一点 如果阿滴奴差过我呢 如果和解比我差呢 他一定更比我感恩 那他就一定比我更感恩 他更体会到神深度的爱 他更能体会到神深度的爱 我又怎知五十两呢 我又何止五十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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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喻其实是很明显的 一点转弯抹角都没有 一点的转弯抹角都没有 答案完全不会是无铃两可 答案完全不可能是无铃两可 所以西门很快就答对了 所以西门很快就答对了 就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 就是那个多得恩典的人 这个人就会更爱他的债主 这个人就会更爱他的债主 但其实我说起来我都会惭愧 大家看不见到这个债主 是主动去免他们的债主 大家看见吗 这个债主是主动去免他们的债主 有时候我跟太太斗气的时候 有时候我跟太太耍脾气的时候 你不道歉呢 你不道歉呢 我就没有恩典 我就没有恩典 先道歉然后有恩典 先道歉才会有恩典 你会不会这样啊 你会这样吗 我现在很生气 你还没有跟我来陪不是 你还没有跟我陪不是 我怎么会有恩典呢 但你看不看到这个债主 可是你看见这个债主吗 这两个债仔是没有求他的 这两个欠债的没有求他 但一个债主竟然知道他们的情况 可是这个债主竟然知道他们的情况 是主动的来免债 是主动的来免债 知道他们是无力偿还 其实我们的神对我们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欠神多少 我们欠神多少 其实太多了 如果他每一样跟我们计较 每一样都说 你懂得说对不起 我才赦免你 每次他都说 如果你懂得讲对不起 我才赦免你 那我真的是罪债如山 幸好神是不断来清理我们的罪债 还好神是不断地来清理我们的罪债 多于我们自己能够计数 多于我们自己可以算得出来的 神就是这样的债主 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债主 他就是这样免我们的债 那谁会爱这个债主更多呢 那谁会爱这个债主更多呢 西门他懂得回答 西门他懂得回答 就是那个多欠债的人 就是那个多欠债的人 耶稣回应西门 耶稣就回应西门 就是我们的第三小点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小点 你断的不错 你断的不错 帮我加一小句 但是我加一小句 还事不够 还是不够 因为我追究力比耶稣更强 因为我追究能力比耶稣更强 耶稣说你断的不错 耶稣说你断的不错 但是我还要加上还事不够 但是我还要加上还事不够 因为我真的很计较 因为我真的很计较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演绎呢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演绎呢 因为是人都明白这个比喻所说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明白这个比喻所说的 只不过头脑上面认知 只不过是头脑上面认知 我就看西门 我就看西门 他心里面还没有到这个位置 他里面没有这种感激之情 他里面没有这个感激之情 他没有这种爱 他没有这种爱 所以我还事不够 所以我说还是不够 于是耶稣又出招了 所以耶稣再出招 这次不单只是要开西门的心 耶稣继续翻转这张桌 耶稣继续翻转这张桌 耶稣要开西门的眼睛 耶稣要开西门的眼睛 耶稣说什么呢 西门 其实耶稣是看着这个女人说的 你看这个女人 西门看着这个女人 西门你看着这个女人 我们有第三点的第一点 我们来看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 西门看着女人 西门看着女人 我们看看那个PowerPoint 我们看看那个PowerPoint 这张画真的很特别 这张画真的很特别 本来这个女人是在一个暗角里面 来做这件事 本来这个女人是在一个暗角里面 来做这个事情 但现在她成为整个场景的中心点 可是突然间她成为整个场景的中心点 西门看着这女人 西门就看着女人 为什么耶稣叫西门看呢 可能西门已经开始不想看了 因为可能西门已经开始不想看了 这个女人这样走进来 这个女人这样跑进来 破坏了我们整个派对的气氛 破坏了我们整个派对的气氛 真的是不想看 不想看 但是耶稣说你看 但耶稣说你看 你看 你知道我们骄傲的人就不想看 你知道我们骄傲的人就是不想看 根本就是想她透明想她离开 根本就是想她透明地想她离开 你知道夫妻关系不行的时候 你知道夫妻关系不行的时候 是看不到对方的 是看不见对方的 不能够眼对眼来说话的 不可以眼对眼来讲话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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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在主日下午和一对夫妇吃饭 有一次我在主日下午跟一对夫妻吃饭 我就跟Tony说 我给你一个压力测试 我给你一个压力测试 你搭着你太太的肩膀 你搭着太太的肩膀 眼对眼地跟她说 眼睛看眼睛地跟她讲 讲我下面这句话 讲我接下来这句话 太太我需要你 太太我需要你需要我 太太我需要你需要我 其实一点也不容易讲 她就搭着她太太的肩膀 她就搭着她太太的肩膀 但是我觉得她搭得很生硬 可是我觉得她搭着那个手很生硬 她的说话都很生硬 她讲话也很生硬 那说完我就问她 讲完了以后我再问她 你刚才搭着太太的肩膀说话 你觉得怎么样 你刚才搭着太太的肩膀 你觉得怎么样 她觉得我很想缩手 她说我很想把手说回来 因为我觉得我太太拒绝我 因为我觉得太太在拒绝我 我这样讲她 其实听不进去 我这样讲其实她听不进去 于是我就问姐妹 所以我就问姐妹 刚才你丈夫搭着你肩膀 跟你说这句话 你觉得怎么样 她说我很喜欢我丈夫搭着我的肩膀 她说我很喜欢我丈夫搭着我的肩膀 因为其实我们很久都没试过 眼对眼地来说话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尝试过 这样眼对眼地来讲话 原来中间已经很多年 很多的隔膜 原来中间已经很多年 很多的隔膜 在隔膜之后 在这些的隔膜底下 看不到对方 你明白吗 是看不到对方的 是看不见对方的 说话的时候当对方透明的 讲话的时候当对方是透明的 现在耶稣要打开西门的眼睛 那现在耶稣要打开西门的眼睛 这个眼前人请你看清楚 这个眼前人请你看清楚 进来的时候你觉得他好像很不堪 进来的时候你觉得他很不堪 但其实他做了很多精彩的事 但是其实他做了很多精彩的事情 只不过你拒绝来看他 只是你拒绝来看他 西门你看这个女人 西门你看这个女人 你以为他冲着我而来 你以为他冲着我而来 其实他不是餐餐饭跟着我的 其实他不是每一次 一顿饭都跟着我的 今次来到你家吃饭 这次来你家吃饭 他特别来到你家 他特别来到你的家 他特别来到你的家 这是我再推荐一步讲 因为很多夫妻 因为很多的夫妻 在关系困难的里面 在关系困难的里面 很想对方透明 很想对方哄她 但是神是真的 可是神是真的 做事没有偶然的 就是这个女人要把你的生命里面 就是这个女人要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就要好好地来看她 好好地跟她说话 你就要好好地看她 好好地跟她讲话 然后神就要透过她 要来扭转你的生命 提升你的生命 然后神就要透过她 来扭转你的生命 提升你的生命 你知道我们的手势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们的手法 常常是这样的 你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手势代表什么吗 不要烦我 不要烦我 不要讲 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 每天都说明天再说 所以就很久没有讲 我们不想再见到对方 我们不想她介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不想她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西门 看着这个女人 她不是餐餐饭跟着我的 她不是每一顿饭跟着我的 今天特别是为你而来的 她要给你看见 一个被罪恩赦的人 那种生命的热情是怎样的 那种生命的热情是怎样的 那种热情的眼泪是怎样的 那种热情的眼泪是怎样的 我不是餐餐吃饭 都有个人在我后面哭的 我不是每一顿吃饭 都有一个人在我后面哭的 那是冲着你而来的 这是冲着你而来的 她要打开你的眼睛 她要打开你的眼睛 她要让你看见 她要让你看见 爱多 爱多 赦免也多 赦免也多 就是一个这样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说话 如果我们不讲话 如果我们不愿意看 如果我们不愿意看 神就触动不了我们 神就没有办法触动我们 神就改变不了我们 神就改变不了我们 我们的眼睛需要打开 我们的眼睛需要打开 我们需要来看清楚 那些我们讨厌的事 我们需要来看清楚 那些我们讨厌的事 原来都有神的美意 原来都有神的美意 西门你说对吗 你做主人请我来吃饭 你看你是主人请我来吃饭 但你什么礼节都没有做 可是你什么理解也没有做 你没有做的她全部都做了 你没有做的她全部做了 你真的以为自己想象中好吗 你真的以为自己是想象中那么好吗 这个女人比你更好 你没有做的她都做到 你真的认为你自己优越过她吗 你真的觉得自己比她更优越吗 当我们以为优越 当我们自以为优越 其实我们开始看不到东西 我们只是用这个眼镜去看 对人平头十足 对人平头十足 西门的眼睛需要被打开 西门的眼睛需要被打开 他需要看到耶稣看到的 他需要看见耶稣所看的 他的眼睛才会明亮 他才能够开始有这种恩典的眼神 他才会开始有这种恩典的眼神 我又给大家一个挑战 我也给大家一个挑战 你看看旁边的人 你看不看到有什么好处 你看不看得到他有什么好处 你为他感恩 你为他感恩 这是一个恩典的眼光 能够感恩就是有基督流动的爱 能够感恩就是有基督流动的爱 其实六一的弟兄姐妹也是很奇怪的 同工也是 在街上看到你好像看不见 在街道上看到你好像看不见 你跟他打招呼他都不适应你的 你看他打招呼他不懂的反应 好像我们大家都是透明的 大家要看到对方都是生命树 大家要看到对方都是生命树 用生命树的眼睛来看别人 用生命树的眼睛来看别人 西门你很努力 西门你很努力 耶稣都知道 你里面也有很多软弱 你里面也有很多软弱 你很苛刻 你很苛刻 你很自意 你很拘謹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的神是一个恩慈的神 你知道你的神是一个恩慈的神吗 在你里面只有分别是恶树 在你的里面只有分别是善恶树 没有生命树 但是神其实也是爱你的 你知不知道你很怕得罪神 你知道你很怕得罪神 你很怕违反他的规条 你很怕触犯他的圣洁和他的愤怒 你很怕触动他的圣洁和他的愤怒 但是做基督徒做成这样 可是当基督徒当成这样 你会不会很辛苦 你会不会很辛苦 不用那么累 神是一个恩慈的神 神是一个恩慈的神 你的努力神知道 你的软弱神一样知道 你的软弱神一样知道 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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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爱我们 正爱在我的软弱处 正爱在我的软弱处 连我不敢让人知道的 神不单止知道 就在我最软弱的地方 就爱得我最深 甚至深个我能够接纳我自己 深个我能够这样来到拥抱我自己 甚至深于我自己能接纳我自己 深于我自己可以这样来拥抱自己 神都在那里拥抱我 神超越我们的想象 神欠我们 赦免我们所有的债 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债 神怜悯这个女人 西门神也怜悯你 西门神也怜悯你 你以为那个女人是欠五十两 你是欠五两那个 你以为那个女人是欠五十两 你是欠五两的那个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今天的真相就是 其实那个女人是欠五两那个 其实那个女人是欠五两的那个 你才欠五十两那个 你才是欠五十两的那个 不过你不懂得感恩 可是你不懂得感恩 你不知道你是被赦免的 在我预备这篇讲章之前 在我预备这个讲章之前 一晚我和太太回家 有一个晚上我跟太太回家 天色比较夜了比较黑 天色已经比较晚比较黑 我们的外院原来在铺水泥地 我们的外院原来在铺水泥地 一样都是神整定的了 当然每样都是神安排好了的 本来我太太跟着我走 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到我前面 本来我太太是走在我后面 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走在我前面了 一脚就踩了落水泥地 我想她都有一些很特别的反应 我想她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反应 但是我的一些不斯文的反应就出来了 可是我的一些不斯文的反应就出来了 我很强烈地就出来了 我很强烈地就出了一声出来 哇 多么讨厌 完美的泥水地开始不完美了 多了个脚印了 完美了 这个水泥地就开始不完美了 多了一个脚印了 我这个声音都未继续讲下去 我这个声音还没有继续讲下去 我太太已经有反应了 我太太已经有反应了 她说老公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恩慈的话 她说老公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恩慈的话 我说我没有恩慈 我说没有恩慈 除非首先道歉 当然她很不开心 当然她很不高兴 回到我还有道气在那儿 回去的时候我里面还有气 明明挨护了很多大地 你明明是把那个地给弄脏了 水泥地会干 有个印在那儿 水泥地会干 水泥地会干 有个印在那儿 之前没办法收回来 我太太经常说我 穿着这件博士袍 穿着这个博士袍 又得体又斯文 又乐于助人 带回家除了这件博士袍 可是回家里脱下这个博士袍 就是一个很大脾气的人 我就是一个很大脾气的人 我真的很需要神来帮助我 我们每一个都需要神的帮助 我们每一个都需要神的帮助 当我们先看对错 当我们先看对错 再看关系 再看关系 我们经常在那儿伤害关系 我们就经常在伤害关系 我们可不可以先看关系呢 我们可不可以先看关系呢 好像耶稣先看关系呢 好像耶稣先看关系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今朝师母听完这篇道呢 今天早上师母听完这篇道呢 他说何杰你未得的 他说何杰你还不行 你都没各地赔款 你还没有各地赔款 你还没有各地赔款 你还没有跟太太来道歉 你还没有跟太太来道歉 我现在想用这个场合 叫我太太上场 所以在这个场合想请太太上场 因为作为一个专讲对错的人 因为作为一个专门讲对错的人 我要学习承担我太太 我要学习承担我太太 无论做了的事是 怎样对怎样错 不管做的事情是怎样的对 怎样的错 真的他的错就是我的错 真的他的错就是我的错 而我不是站在一边用手来推开他 而我不是站在一边用手来推开他 又发出那些令人讨厌的声音 然后发出让人讨厌的声音 太太求你来到原谅我 太太求你来原谅我 因为我真的不懂 因为我真的不懂 我看个地比看关系重要 我看这个地比关系更重要 我伤害了你 那天晚上他穿着漂亮的一双鞋 踩在那个水泥地上 那双鞋就穿不回了 那个鞋就没办法再穿了 但我当时就有点气 可是我当时还有一些气 穿不回就扔掉它 不能再穿就扔了吧 但现在我要割地赔款 可是现在我就要隔地赔款 太太我要买一双你心目中的鞋送给你 太太我要再买一双你心目中喜欢的鞋给你 老公 我真的很生气 老公 我真的很生气 不过我真的接受你的道歉 可是我也接受你的道歉 并且我是很欣赏你 而且我很欣赏你 我多谢你的道歉 谢谢你的道歉 当晚我还跟我太太说 那天晚上你就跟太太说 你要对做水泥的张大哥来道歉 你要对做水泥的张大哥来道歉 真的我没想过是我要代表我太太 去跟做水泥的张大哥道歉 我没有想到是我要代表我的太太 去跟那个做水泥的张大哥来道歉 我是一个不懂得承担关系的人 我是一个不懂承担关系的人 我只是懂得去指出别人的对错 我只是会指出别人的对错 我们今天经文最后的一节 我们今天经文最后的一节 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耶稣对这个女人说 平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安的去 你的罪赦免了 你的罪赦免了 弟兄姐妹 耶稣都愿意我们平平安安的去 耶稣也愿意我们平平安安的去 因为祂要来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祂要来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做不到的 祂为我们来承担 祂为我们来承担 祂背负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 这个就是我们的救助 为什么祂今天要来西门家吃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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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叫西门的名字呢 他为什么要跟西门说 我有句话跟你说呢 为什么要跟西门说 我有一句话跟你说 然后祂又要跟西门说 你汉者女人 然后祂又跟西门说 你看见女人 无论艰难度 好像西门那样的人 不管你是艰难的 好像西门一样的人 好像我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 耶稣都爱我们 耶稣也爱我们 耶稣推翻西门的桌 因为祂要摆更丰盛的生命的面积 因为祂要摆更丰富丰盛的生命的演习 这个就是生命树的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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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到敬拜祝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敬拜祝 祂要求你 赬特别的演习 祝你 赬特别的演习 祝你 赬特别的演习 求祢给我一个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祢的记忆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生的依靠 淡淡相信祢深深情为祢 一生要跟随祢 我想问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人 我想问我们今天有没有人 我们整个成长不断被人批评 我们整个的成长不断地被人批评 总是说我们怎样不够好 总是说我们怎样不够好 而我们自己也都心里面 常常都说自己不好 而我们心里面也不断地 我们论断自己 耶稣今天要跟你摆生命的言识 祂要来邀请你 我们做不到的祂为我们承担 我们做不到祂为我们承担 祂要我们平平安安的 祂要我们平平安安的 因为我们的罪都得了赦免 祂愿意承担我们的罪 祂愿意承担我们的罪 祂要承担我们的软弱 祂要把这个生命树给我们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你告诉耶稣 我需要你的生命树 我需要你的生命树 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你愿意接受耶稣吗 我邀请你出来 我也邀请你出来 这个是耶稣的邀请 这个不是西门的言识 这个不是西门的言识 这是耶稣的言识 祂愿意来承担我们的生命 祂愿意来承担我们的生命 祂要将这个赦罪的生命给我们 祂要把这个赦罪的生命给我们 祂要将一个能够灰罪的眼泪给我们 祂要把一个能够灰罪的眼泪给我们 祂要将生命的热情重新给我们 祂要把生命的热情重新给我们 如果你愿意的 如果你愿意的 这样来接受耶稣 这样来接受耶稣的 得着这个新的生命 得着这个新的生命 我欢迎你出来 我欢迎你来到前面 刚才举手的 如果你是未信主的 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 我邀请你勇敢走出来 我邀请你勇敢地走出来 耶稣今天要将这个生命的延迹给你 耶稣今天要把这个生命的延迹给你 你愿意出来吗 你愿意接受这个生命的延迹吗 你愿意接受这个生命的延迹吗 无论有几艰难 不管有多艰难 耶稣都爱你 耶稣都爱你 耶稣是可以的 耶稣是可以的 人家怎么批评你 人家怎么批评你 你怎么来到批评你自己 你怎么样批评自己 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耶稣爱你 耶稣都爱你 请你出来 还有其他人 你曾经举手的 你觉得今天耶稣是呼召你 你觉得今天耶稣在呼召你 他要把这个赦罪的生命给你 你可以出来 耶稣要祝福你 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有吗 我们为这个姐妹感恩 我们来为这个姐妹感恩 我们也请天和牧师妹祈祷 请你闭上眼睛 我跟着一起祈祷 我们透过这个祈祷 将耶稣接受心里面 其他电影子会 都可以陪着节目一起祈祷 请你跟着我 亲爱主耶稣 亲爱主耶稣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今天对我的心说话 多谢你今天对我的心说话 多谢你了解我 多谢你了解我 接纳我 接纳我 爱我 我向你承认 我向你承认 我从前是一个罪人 我从前是一个罪人 也都尝尝控诉自己 也都尝尝控诉自己 但是主耶稣 但是主耶稣 我今天 我今天 愿意打开我的心 愿意打开我的心 相信你 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作我生命的主 作我生命的主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用你的眼光 用你的眼光 来看自己 来看自己 欣赏自己 欣赏自己 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 多谢耶稣 听我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命 奉耶稣基督的命 我请我们的同工 可以继续帮助我们的姊妹 并且那位姊妹 来投告 我请大家闭上眼睛 请大家闭上眼睛 主要求你的灵 来释放我们 主要求你的灵 来释放我们 主要求我们里面 我们承认都有 法利塞人的灵 我们里面 我们承认 我们都有法利塞人的灵 主你来帮助我们 主你来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 如果你真的会 常常都暗中的 批评论断别人 如果你也真的 常常会暗中的 批评别人 你里面都有很多绿色 你里面有很多的绿色 你常常都会 你常常都会挑剔的 我邀请你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求神来改变我们 求神来改变我们 我们不喜欢自己这样 主要的 可是我们无力自救 但是主唯有祢是我们的拯救 主唯有祢是我们的拯救 大家开心为自己生命来祷告 大家开口为自己生命来祷告 主要我为每一个手 安心上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要为每一个手 按着心上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要求祢赦免我们 主要求祢来赦免我们 我们里面常常都会批评论断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想沟通 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沟通 高高的墙就被建立起来 高高的墙就被建立起来 我们就很容易发脾气 我们很容易发脾气 我们很容易讨厌别人 主要我们承认 主要我们承认 我们自以为是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我们只是看对错 我们只是看对错 主要求祢来问我们 主要求祢怜悯我们 我们都很不喜欢我们自己 我们都很不喜欢自己 我们很想去处理我们里面 这些绿色的性情 我们很想去处理我们自己里面 这些绿色的性情 主要求祢来救我们 主要求祢来救我们 帮助我们去接纳别人 帮助我们去接纳别人 同样祢都可以将我们 作为好像别人一样 同样祢可以将我们作为 好像别人一样 我们没有东西是可以自夸的 主要祢都是深绿色的 主要祢都是深绿色的 主要祢自己都是深绿色的 主要祢自己也是深绿色的 祢告诉我们 所以祢们要完全 所以祢们要完全 像祢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像祢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主要我多谢祢 主要谢谢祢 多谢祢创造我们 谢谢祢创造我们 你把一个精确仔细 精益求精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你把一个精确仔细 精益求精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但是同样主要我们呼求祢 可是同样的主我们呼求祢 求祢把祢的恩赐 怜悯感恩都放在我们里面 求祢把祢的恩赐 怜悯感恩都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看每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每一样事情 我们都要用祢的角度 我们都要用祢的角度 帮助我们有突破 帮助我们可以有突破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宣告 我们都要生命像耶稣完全一样 我们都要生命像耶稣完全一样 我要请大家举起手来 邀请大家举起手来 我们要领受熟天的恩赐 怜悯和感恩 我们要领受熟天的恩赐 怜悯和感恩 主啊这一刻就要充满我们弟兄姐妹 主啊这一刻就要来充满我们的弟兄姐妹 除去我们一切法利赛人的权势 除去我们一切法利赛人的权势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我们拒绝这个法利赛人 我们拒绝这个法利赛人 我们拒绝一切的自以为是 我们拒绝一切的自以为是 我们拒绝这个绿色的巨人 我们拒绝这个绿色的巨人 主要我们都要起来 做我们都要起来 追求一个谦卑温柔的心 追求一个谦卑温柔的心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主求你帮助我们 主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帮助我 更多地的感 帮助我 更神的依靠 当得相信你 深深情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我们举起手来唱 我们举起手来唱 帮助我 更多地的祷告 帮助我 更神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情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淡淡相信你 深深情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请大家举起手 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举起手 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举起手 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每一个弟兄姊妹 祝福我每一个弟兄姐妹 除去生命一切的法利 赛人权势 除去心里面一切法利赛人的权势 从心底里面去接纳自己 从心底里面来接纳自己 一切成长所带来的伤害 让我们要求别人 让我们去要求别人 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 从今天开始完全的离开 从今天开始完全的离开 主耶稣接纳这里每一个 爱我们本想来爱这里每一个人 也按照我们每一个的本相来爱我们 奉主的名来祝福你的圣情 没有主耶稣的恩慈 怜悯和感恩 满有主耶稣的恩慈 怜悯和感恩 你不单止接纳自己 你不单止要接纳自己 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 你都能够接纳别人身上的一切的事 你也可以接纳别人身上一切的事 也祝福你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家庭 在今年一切的场都要倒塌 在今年一切的墙壁都要倒塌 有美好的人际关系 让你有美好的人际关系 你去到哪里都带来神美好的和谐和同在 你不管到哪里都带来神美好的同在和谐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大有信心 大蒙恩宠 大蒙恩宠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阿们 阿们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邀请你来到台前 邀请你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有偷告服侍队 要用先知恩赐来祝福你 我们有祷告服侍队来为你祷告 他要用先知恩赐来祝福你 邀请你来到台前 邀请你可以来到台前 好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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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